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与自然 接上保护生态的大型东北环保纪录片 天坑英烈 天坑英烈改编自《天下霸创》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80年代的北京青年张宝庆 为了给老师寻咬 前往东北鹰屯 结识了一杆队友 共同探秘传说中的天坑和宝藏 他 张宝庆和谁在一起都很像细皮 宝庆和妈妈相依为命 和隔壁路叔关系亲密 一天路叔突然变异 紧接着又收到一个人肉会计 为了给陆叔治病 他带着捡来的文旗 开始了一场从北京到东北的变形迹 他 菜瓜 为了寻找爹底失踪线索 和陆叔一起闯禁地 却被人肉快计到了北京 虽然开始和张宝庆相互嫌弃 但两人从形影不离 开始了一场从北京到东北的宝庆去哪里 他 傲鼻子 张宝庆后援会会长 他 小红果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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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迪 他们 七七码 大大郎 狼小鸡 和邪恶势力对抗道解 开始了一场儿童版的社交英雄传 此外 没头脑和不高兴保护协会亲情推荐 很帅的地质队长杨毅 和总是被打的行员野 暗得东北天团鹰豚 JuniaC位白脸儿 雪山 森林 地热 天坑 大肥狼 大脑鹰 大腹鹰 大肥利 大鸡猪 只要吃了就会变成大粽子的大蘑菇 神奇动物在哪里 敬请关注 人与自然 走进科学的 东北地斯卡弗瑞 探索节目 天坑 鹰 鹰 鹰 老实说 之所以会看天坑鹰 鹰 一开始还是因为那个名字 天下霸城 这几年 天下霸城的作品纷纷改编成了电视剧和电影 虽然品质包米不一 但总体而言 还是惊喜大力惊吓 群龙爵 惊爵古城 都让我看到了鬼吹针系列应有的品质 而去年的河神 更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在圆珠略显单薄的情况下 改变成了一部故事精彩的制作精良 给我带了颠覆感的优秀网剧 直到现在 河神仍然是我心中的国产网剧前三 而天坑鹰烈里 神秘的雪山禁地 传说的万青之国 奇特的天坑环境 传说中的大魔头马建成 无论是情节设置 背景设定 和充满年代感的角色名 是可以感受得到 这是天下霸畅的宇宙世界 同时 和鬼吹针和神相比 天坑鹰烈总体更绿色青春 少了一点黑暗 多了一点养成感 真不惧更偏向少年 成长 冒险 这些关键词 因此为了更贴近人设 天坑鹰烈有着一个平均年龄 00后的主演阵容 97的杨爷夜宵伟 98年的二鼻子正好 99年的张宝庆 王俊凯 01年的小红果蒋依依 以及03年的菜瓜文奇 老实说 王俊凯的演技 和一网影设置相比更加自然 也可以看出有明显的进步 作为男主角能够完成 他所承担的戏份 大家所有年轻演员人 最吸引我的依然还是他 文奇 可以说文奇这个名字 是我看天坑鹰烈的 另一个主要原因 作为史上最年轻的金马奖最佳女配 文奇在电影《血管鹰烈》里 演出远超出他年纪的能量感 尤其是在最后 他在火车上被心上人侮辱 从上车的欢喜 期待 到跳车的绝望崩溃 各个层次的情势张力 让人叹为观止 真正传设了什么叫做天赋异兵 虽然在天坑鹰烈 文奇受限于菜瓜的人设 整体表演略显单调 但极上感情系的情势处理 和感染力依旧强势 最初的表现 仍然是一干年轻演员中最好的 总的来说 天坑鹰烈作为一部青春像的冒险剧 可以说很精彩 甚至是有点好看 故事设定合理 时效画面到位 情节推进有趣 年轻演员的演技比预期中要好 但作为一部天下霸称喜的盗幕剧 我觉得还是少了一点 以往的爽快感 受限于儿童相和养成感 天坑鹰烈有趣 但不够刺激 多了一点生活所随日常 少了一点生死之间的情节代入感 所以到最后 天坑鹰烈能让我记住的 并不是天坑的壮观场面 和冒险情节 而是张宝静和他伙伴的 被爱情故事 我是楼君 喜欢我你就转发我 有话说你就评论我 都不干你就点个赞